你好吗?你喜欢中文吗? 你好吗?你喜欢中文吗? 想听听我们怎么学中文? 想听听我们怎么教中文? 欢迎收听 线上汉语村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楚老师 欢迎您收听线上汉语村 怎么样才能够进入到澳洲知名的大学里教中文呢? 台湾的华语老师在澳洲发展 会不会或是有没有遇到过平挺? 所谓的华语征兆 对于出国的时候找华语相关工作 真的有帮助吗? 今天的这个单元 我们很荣幸邀请到 目前在澳洲知名的大学 担任中文系教授的陈平之老师 陈老师将透过电话专访 跟我们大家分享 他怎么样进入到澳洲教中文的心路历程 陈老师 之前在台湾不论在媒体界 文教界或是出版界 都是相当知名的人物哦 好 现在我们就赶快来听听老师怎么说 老师先跟我们大家 澳洲留学网络电台的听众招呼好不好 嗨 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是陈老师 陈老师你先跟大家说一下您的背景好不好 因为我想由你自己来介绍这样比较有公信力 背景是就蛮多的啦 蛮长的 但是要涉及到汉语教学这个区块呢 大概是2007年说起 因为那时候呢 我是在其他的企业当主管 同时在几个大学教书 那2009年决定要回到澳洲 那所以呢 当时就在思考回来之后 是不是要重回到大学去任教 那所以在那个时候呢 就想说这个汉语教学对我来讲 是一个不错的选项 尤其那个时候 天下杂志曾经有过一篇深度的报道 提到全世界大概还有90万名中文教师的缺顾 那我那时候又跟几位好朋友 都在国外的大学任教的同事 聊过大概知道 就是说目前Linguistics的这个区块里边 其实是有一个发展空间 那汉语的教学跟这个就是Linguistics有关 就是语言学 所以呢 我就回到澳洲 继续来念这个Linguistics的博士 你是来澳洲修这个语言的博士 做个语言教 那对了 我们会进行这一集的专访 主要是因为陈老师当然本身在台湾的背景就很雄厚 那更难得就是说是少见的 在这里可以进入到澳洲知名的大学里教中文 到底要怎么样可以在大学里教中文 其实这个问题是蛮有趣的 一般人呢 想说我有什么样的方式进到澳洲的大学 其实不要说教中文 光是要在澳洲的大学教书 其实我觉得就蛮不容易 因为缺真的是很少 那其实我就是考虑这样的一个因素 因为以前我是念 昆斯兰大学UQ的这个政治科学博士 但事实上缺額太少了 你根本几乎进不了大学去教书 甚至于接一堂课都不容易 那所以呢 我也是考虑我要回到澳洲 我大概如果要到大学里面去教书 有什么样的学科是比较容易的 所以我才在2007年 我还在台湾技术大学教书的时候 我就利用课语的时间 我就开始延期这个汉语教学的所有的内容 那在台湾的那个环境里面呢 就是大概有几个特定的机构可以去读 不过很巧就是我那时候 因为今天人家介绍呢 认识了这个汉华机构 在台湾呢就是有一个汉语教学的一个机构 那我在那边呢参与了他的十字培训班 所以您也是汉华的学生哦 您您这样的背景也要去念汉华哦 事实上其实蛮有意思 就是说我本身在台湾的大学 好几所大学 我在教的就是中文方面的修持学 新闻方面的写作 还有散文的课程 我还是台湾教育部特约的这个散文的这个老师 所以呢 他还给我特别高的这个配 但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呢 事实上并不表示我们适合教中文 那像我自己的哥哥 他是国立台湾师范大学的中文系教授 但是事实上我们要讲啊 就是说你是一个大学的国文系的老师 你可能不见得对于汉语教学的一些 里面的一些就是包含可能你没有修学 研习过所谓的汉语拼音 或者是这个简体字 或者是中文的这种语法 那么基本上你要有一个平台 就是说从事汉语教学 大概在一般台湾的大学里面教授 那个心情又是不太一样的 那你对面对中国学生 就是台湾的学生 你面对外国的学生 其实也是有不一样的一个心情的调试 所以这个东西呢 我认为我自己有必要 再去进修所谓的汉语教师的这个师资训练 那个时候当然可以考虑就是台大的斯坦福学院 以及是师大的这个国语文中心 但是呢我最后选择的是到汉华 因为汉华当时也很方便 也不用等时间 那当时我报名了之后呢 后来就刚好有碰到开班 我觉得里边碰到了几位老师 还教的真是不错 我印象中有一位姓朱的老师就蛮好的 他给了我很多的启蒙概念 那么当然有了汉华的这个基础 也因为透过汉华 认识到汉语教学的一些 应该主义的事项 以及最重要也拿到了他几张证书 这些证书呢 后来发现其实也还蛮有用的 以上节目是由澳洲多元文化教育中心处 AMEC公益赞助 如果您对以上的节目内容 有更多想了解的地方 您可以写信 或到我们的官网留下您的联络方式 我们会有专业的移民专家 以及留学顾问 与您进一步联络